你 你 你不会一辈子没脱够袜子吧 难道你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 就打着灵带了 你还真猜对了 印象中啊 我从小就开始穿西装 小时候在幼儿园啊 小朋友都觉得我是个怪胎 教我铁皮玩具 是挺快的 多假呀 是有点假 我们李家的人啊 从小到大被训练着带着一个假面具生活 从上到下 没有人以真面目示人 这么可怕啊 不过有个例外 就是我哥 其实也没有了 你挺真的 真的 真的 你真的带到狗室了 好啊你 来呀 来追我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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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福啊 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你有印象吗 是那次沙朗试镜吗 不是 马上飞马 也不是 那是哪一次啊 你还记得吗 那次在传奇大堂 李真带你来试镜 结果倚天带金沙抢先了 你对李真大发雷霆 你这人挺奇怪的 你不会觉得我很没风度吗 怎么会呢 我觉得 你可以肆无忌惮 毫无遮掩地把内心的火宣泄出来 我真的很羡慕你 我也希望 我可以把内心的话 酣畅淋漓地喊出来 现实生活我做不到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吗 那次骑马吧 你说我的手很温暖像你爸 不是 难道更早 就在一分钟之前 在那以前 我还在犹豫 可是我发现 原来我们李肇清李总 也是有丰富内心的人 他打动了我 老夫啊 来我们公司吧 你这人怎么那么扫兴啊 我才不去呢 你们那边已经有很多大牌了 我还是待在风上的好 再说那个李真 我要是得罪他 他很轻易就能把我毁掉了 所以啊 你更应该来我们公司 不如这样吧 我留在风上继续替你无间道 你呢就给我制造各种机会 让我通告不断 行吗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拉钩 来 来 来 李总恭喜你啊 谢谢 来 让我们共同举杯 请和我们真富士公司三天销量过半 来干杯 来干杯 干杯 我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至于大家的心情和汗水是分不开的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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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你也说几句啊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一百万 没错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不过并不满足 我们下一个计划是 扩大一倍生产 摊子是不是铺了有点太大了 以我们现在的能力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来想办法 来 切大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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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这蛋糕好特别啊 你看你看 这上面还有小字呢 李总对不起 这个蛋糕是老姚姐做的 她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她经常过来 她让我别告诉你 你们先分一下蛋糕吧 切蛋糕吧 切蛋糕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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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接着 谢谢 谢谢 二十六六六 谢谢 来 拜拜 来 拜拜 老大 我帮你联系到了东南公司的韩总 对 明天上午十点再来办公室 明天上午十点再来办公室 你好 你好 我是征服室的李箴 跟韩总今天有约见面 请稍等 韩总 征服室李先生到了 哦 我知道了 好的 韩总还在接到一个重要的客人 要不 我 没关系 我在这边等就好 好 我想约韩总夏拙三见面 可以吗 好的 好的 那我帮你安排一下 好的 慢走 韩其山 娶叫别人 就真的这么让你开心吗 不好意思 可能现在可以进韩总 不好意思 韩总还没吩咐 请您再稍等一下 我呢 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德国几次第一名 就真的把自己当财女了 我呢 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谢谢你不可以进去 韩总不好意思 你先出去吧 好的 贵公司的待客制度很特别 你站住 我不喜欢跟牧生人靠得太近 再说你也不是客人 我并没有答应公主要见 把有合作诚意的商业伙伴 居资门外 是东南的一贯做法吗 这边卖麻辣豆的小贩 相信五星大酒店的厨师帮他们加工食品 他梦想自己可以号称是世界五百强的合作伙伴 这种荒唐的想法 你认为我有必要听 再说 你知不知道想要我们工厂运转一条生产线 最低的订单数是多少 这个我不需要知道 不过我听说 你们在生产火山灰面料 传奇也开发了这个产品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大设计师冯露松 马上又要举行个人的品牌秀 传奇对这场秀可是虎视眈眈 如果冯露松采纳传奇的面料 以他的知名度 传奇变成国内火山灰面料的单名词 应该不能 你的意思是 能帮我们打败传奇 没错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我只是一个模特 不对 事情就是这样 什 什么 他 他真的答应接受我们的品牌啊 没错 我已让冯露松采纳东南的布料 以这个条件换来的 看来东南公司根本不知道 冯露松早就拒绝了与传奇公司的合作 现在正在为满世界找不绕赞助商发愁呢 如果征服式的产品 有东南生产线的保证 成本会降低 品质会更高 这对买家都是有利的 林渡 嗯 你抓紧时间把这些放在网络上的宣传余里 没问题 你明天跟红梅 带着图子去东南商围一下 行 没问题 放心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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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 全部都是垃圾 完全都是垃圾 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 你来干什么 听说老师的品牌就要开始了 我过来看看 难道你还想当主秀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我自己做了件衣服 想让老师你给我看看 所以怎么样 就是我身上这件 裙子的腰本来我想再收高一点 但是我最近胖了 领子这里 还是想寻找一种复古的感觉 老师你干吗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堆垃圾 要当模特 还要当设计师 你以为你是天才吗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就不要拿七贫八操的东西 来侮辱设计师这三个字 你怎么还在这里 老师捡坏了我的衣服 难道我就那样出门吗 不要动这些 这都是我的衣服 老师不说这些都是垃圾吗 既然是垃圾碰垃圾 没准啊 还真的有什么好的效果 好了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我会和你一起做垃圾吗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至少可以穿着它回家了 老师 你看我这件衣服还不错吧 赶快收拾你的东西回家吧 你赖在我这里 我没法工作了 反正你的司机也来了 我哪有钱请司机啊 我哪有钱 散播放 在简单上 这个员统区 没有参加 毕业 这些是垃圾 没有人体能 我何不想要 没有人体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太贪心了 模特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当设计师呢 可能我自己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吧 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但是我不甘心 还没死心 还在店里你的SOS 你还嫌我不够烦吗 怎么了 听听音乐吧 心烦 不想听 真生气了 我不是生你的气 是生我自己的气 那我们去吃饭吧 宇天 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了 我真承受不了 你知道现在外面那些阿猫阿狗都怎么说吗 说大明星赵宇天 都快变成宋焦阳的跟班了 阿猫阿狗 除了喵 或者是旺旺 还会说别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我是一本正经跟你说的 我也是说正经的 我现在很想听音乐 满足一下吧 下面是1100尾号的赵先生 要为他所深爱的人 点一首蓝青鸣之歌 这真是一位非常有童心的先生 现在我们就满足在一段了 1100尾号赵先生 不会是你吧 我们像不够关心 哦 可爱的蓝青鸣 哦 可爱的蓝青鸣 哦 可爱的蓝青鸣 我们心情和离开的脑筋 都不得格格无 我们唱歌跳舞快乐都快乐 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这次韩总的大力支持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哪里啊 这是护力嘛 多亏了李真牵线 这次啊 只要你的秀成功 我们新产品的知名度 也就不言而喻了 跟这个相比 为他们做一些生产加工 根本算不上什么 生产加工 是啊 他们真服饰公司 正在做网上商城 所有的服装 全部通过网络销售 正在发愁 找不到又好又便宜的生产线 替他们做加工呢 替他们做加工呢 替他们做加工 替他们做加工 哪一日子 通过 又不便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手 爸说你最近都在夜店会 有时候晚上都不回家 那我能怎么办 又没休克早 连平面都没得爬 老爸对我整天爱声叹气 还是跳舞好 跳舞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乐阳 我现在有个计划 需要你的帮忙和同意 你需要我 对 除了你 没有人可以帮我 真的 我需要你的裸照 裸照 裸照 你要用我裸照 炒作 对 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 这个计划对你来说是有风险的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这次帮了我 你有可能跟我一起东山在一起 有可能比现在还惨 那不重要 我就是想知道 这个计划真的你很需要吗 是啊 那就行了 我让你随便用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你要是觉得过时了 我再去拍一套 不用了 你听我的安排就好了 好 好来快点 花长小明快点啊 这个灯给摇高点 去哪儿 好来 跟我们玩生日了啊 我们开始录了 来 五四三二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最近在网上的爆红名人 裸萌萌的主角 乐瑶 乐瑶你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乐瑶 乐瑶 很多人说你是在用裸照炒作自己 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嗯 说得没错啊 没晓得你那么干脆 不过呢我不喜欢用炒作这个词 我又不是绿豆 又不是葱姜蒜 有什么可炒的 准确来说呢 是分享 分享 我想把最美好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 难道不对吗 不过你曾经是超模大线的前三甲 你不怕这个事情给你的事业抹黑吗 为什么抹黑啊 你这思维有问题 我那些照片可不是那些猥琐大叔 躲在卫生间跟更衣室里拍的那 有没水准的三处照片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和朋友 看到这些照片呢 你这思维问题特别严重 我的身体我做主 我是专业的模特儿 我要用我的身体最美好的一面 用艺术形式展现给大家 难道还要考虑七大姑八大姨的意见 等他们批准吗 总之 我把我最美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有错吗 我让大家在高压的生活中 获得美的享受 对未来充满憧憬 让全世界在美好的憧憬中 创造和谐刷新GDP 有错吗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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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越寒越跑呢 你怎么越叫越跑呢 没听见啊 见到你真开心 走 我们去喝杯东西 我有急事啊 什么事要那么急啊 我请你喝咖啡 我知道一家咱们最爱的咖啡厅 就在附近呢 飞行 你最爱的白咖啡 你还记得这家咖啡厅吗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又热又渴 进过这里 就想进来买杯咖啡 又担心自己买材料的钱不够 那个时候啊我心里就发誓 等哪天我要是有钱了 我非喝遍这里所有的咖啡 是啊 你最近都好吗 自从你换了工作都联系不到你了 手机号码也换了 我试试打也打不通 其实还好啦 我还是经常能看见你啊 上次你参加那个超模大赛 我还给你发短信投票了呢 对不起 我不该提这事 你的腿没事了吧 早好吧 你呢 都还好吗 焦阳 我现在 在东南公司 我去了叔叔的公司 不久后 那个公司就倒闭了 我失业了很久 是齐山从法国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东南公司报到的 焦阳 对不起 我没脸面对你 所以一直没有跟你联系 你别想太多了 现在工作这么难找 有好的地方当然要去了 更何况你家里还得认贴不呢 对了 齐山怎么样 从法国学生归来了吧 没有 听说是他自己不想继续念下去了 其实毕业休那天他 他 不说他了 我得赶快公司 先走了 希望你以后有空一起喝咖啡啊 谢谢你 焦阳 没想到还能有缘再跟你碰面 还能在一起喝咖啡 你永远都说最好的 哇 这么超顿点的 而且很有个性 我比较喜欢 真的耶 真连不比照片差耶 而且还很火 那是名模了 难怪她的微博刚开两天 粉丝已经超过十万来的 这可比苍景姑姐姐还要厉害啊 对啊 爸 哎呦我的宝贝女儿 来来来 爸不是让你别干了吗 我现在都是超模的 你这么辛苦干嘛呀 哎呦乖女儿 靠你那点出场费 有上顿没下顿的 够吃饭还不够付房租的呢 还不是老爸我干点这个 赚点实在钱呢 哎呀跟老爸回家了啊 给你做点好吃的 爸 你还怕什么呀 你到现在还我拍裸照的时候 抬不球呢 哎呦我告诉你了 你小祖宗 你小声点 还怕别人不认识你 您您您好 您是乐瑶吗 是啊 你比地上漂亮多了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行啊 谢谢 签签签这就签这就签这 太棒了我今天晚上不用会洗澡了 啊 谢谢谢谢 喝喝喝喝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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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们乐瑶怎么这么受欢迎 那是 你女儿我现在是大名人了 超模算什么呀 是啊 哎呀我的女儿总算熬出头来了 哎走走走 乐瑶乐瑶瑶瑶瑶瑶我爱你 乐瑶瑶瑶瑶我爱你 creme 乐瑶瑶瑶瑶瑶我爱你 惹瑶瑶瑶瑶瑶我爱你 乐瑶瑶瑶瑶瑶我爱你 安静一下 哎各位啊 乐瑶将在明天逢务中品牌秀中担任主秀 为了答谢广大粉丝对她一直以来的厚爱呢 一会儿我们公司将派送一部分免费的入场券 欢迎大家支持啊 哥洋卫 哥洋卫 我们的小萝莉又回来了 你的人生真是一天打雷下的 一天风和日丽啊 小公子啊 抱不抱 明天你和我拉道 做主事 好 大家注意听啊 这一次冯露松的品牌秀 可比上次回国秀还要隆重 赶紧去抓紧试衣服 冯老师 你好啊 我正好叫他们去你那里试衣服 您稍等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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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有一点点变化 什么变化 我刚才看了一段叫乐瑶的女模特的视频 我觉得她的气质跟我的秀非常的稳固 那您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我要换乐瑶来做我的主秀 好的 来 来 韩总 早 出去 出去 韩七山 站住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否遇到了凡心事 所以心情不好 但是你对人 应该要有最起码的尊重 就算是有求于你的人 也不是你的奴隶 要你随便呵斥 我一直很敬重你 我不希望你能面对我 说句话的气度都没有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评论 你的腿 你想听我说什么 对不起 我 你的腿 我误会了你 你给我滚 马上在我面前消失 是 韩总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除非让车祸夺走你的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 否则你永远理解不了 韩总 对于很多真正的商场人士来说 你已经算很幸运 可是你现在的表现 却是对他们的侮辱 闭嘴 我不想看到你 听懂了吗 你不要像小孩一样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躲起来 你准备躲到什么时候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当模特吗 以前我身体瘦弱 体育科永远不及格 每次都被同学下 但是我拼命的练 到最后我成功了 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做到了 但你呢 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为什么会出车祸 我真的何可怜 是吗 如果是这样 你不如躲起来永远不见人 这个耳光 并不是回敬你 我只是想打醒你 我不会因为你的腿而嘲笑你 可是如果你一辈子 躲在自己制造的阴影里做人 才会让人瞧不起 够了 我要讲的都已经讲完了 我今天来 是想邀请你 去看今天晚上冯荣松的品牌秀 我是主秀 我会去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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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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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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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夜之间 这个乐瑶变成了 家喻户晓的人物 那些小孩子 简直把他当代言人了 可能姓冯的也是想 借机炒作吧 手里拿着几百万 赞助你都送我出去 你还能干了什么你 天 söyle 天承上去 天 collector 天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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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好像情绪不高啊 没有 冯老师的秀确实很精彩 乐瑶和李震的表现也很出色 在我眼里 你们永远是最出色的 李总 韩总 多谢多谢多谢 恭喜恭喜啊 能拿下这场秀的独家赞助 你们的产品介绍 哪里哪里 我去喝一杯 李总 你们的产品也很有精神力啊 你可以给自己打气 你在这儿等着我 我就开出 不错 我觉得 确实不一样 韩总 能不能透露一下 你们怎么跟冯老师谈成合作 这样说起来 还得谢谢您啊 什么意思 今天的主秀李珍是你的侄子吧 多亏他 帮我们跟冯老师沟通 才让我们获得这次独家赞助冠名权的 这样 李总 我听说 你跟侄子的关系不是很好啊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做侄子的可没帮你做叔叔的 难怪人家要说了 只有家和了才能万事兴啊 李总 你看我跟我妹妹齐山 关系就相当融洽 韩总 韩经理说你不用送她回去了 她自己回去了 韩总 不好意思 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 焦雅我们走了 再见 李总 李总 你这个叔叔脾气挺怪的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今天这场秀非常成功 你们两个可是功臣 应该好好放松放松去玩玩吧 我可把秀山交给你了 不能出任何擦错 我只有这一个宝贝妹妹 好好带她 走了 焦雅 上车我送你 不用了 谢谢李总 慢点 老师 焦雅 老师 老师 上次我跟雨天两个合作 你的秀非常成功 这次按道理 应该先优先我们两个才对 你怎么不声不响的 就换上李真跟乐阳了呢 这真的是你栽培的人才啊 你说你到底是个人才呢 还是个草包啊 我不是草包 焦雅 你不会以为是我的原因 才让李真咱们当上猪球的吧 没想错 安静我没那意思啊 胡老师 祝和你 太成功了 大家辛苦了 老师 为了祝贺 我们今天晚上演出的成功 喝酒唱歌跳舞 活买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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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天 你们两个一起去吧 带着这个小草包 去见见世面能开窍 我 好了 女生都上我的车 走了 走 笑什么 你被李真挤掉就这么开心吗 只是一场秀而已 再说她也该哄了 毕竟她比我强 我怎么没看出来 她到底哪点比你强 你们看见小真哥了吗 她也不等等我 是不是又被你气走了啊 拜托谁才是小草包 姜姐 随便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生气 因为我知道小真哥现在是我的 好了 别得嘴了 今天冯老师请客 请我们去KTV 走 走走走 走 你今天是秀的主角 为什么不跟模特们去相处 我是奉韩总的命令来陪你的 她说 你是她唯一的宝贝妹妹 所以叫我来看好你 我哥习惯用这种办法 帮我找配对的男人 已经吓跑九个了 你可能是第十个 你这么低估我的胆量吗 我绝对不好笑 你一直都这样吗 长上民族一样的富二代 在万千宠爱下成长 但漂亮的脸蛋上却看不到笑容 是因为车祸的后遗症吗 你习惯常说话的吗 那我就适配了 你的司机 我已经请他回家了 现在 可能连出租车都不好叫 你凭什么这么大胆子 请坐 今天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是我当模特之后 第一次在像样的秀场上 当任主秀 难道你不应该祝贺我一下吗 你应该去模特门开庆功宴的地方吧 但我觉得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真没想到 冯老师那么严肃的人 玩起来竟然这么嗨 输了玩就是得放得开 在这个圈里混的也一样 安姐 你们两个为什么分开了 我是一个追求理性的人 能量超强的人啊 我承受不及 这样你就放弃了 还需要别个理由吗 不过呢 始终还是会有点舍不得 要是我 说了非手就不会舍不得 是吗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 难道不是希望李甄出现吗 不是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分的 爱和恨呢 有的时候很难分的心 我和红二松 也曾经看过这种 可是现在想起来 那种感觉 好像也是爱 是 掌握